柯哥你現在精神狀況是OK的嗎 因為你知道說不要太平衡 是一些圈局的行動或壓力會很平衡 有你的考量 我OK啊 而且我都有按時在譜表 現在 現在都還有 所以就很平靜 剛看到台北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地區生活 剛到台北的時候 住萬華的時候 住萬華的時候 然後剛開始表演的時候 也是在附近 Live House 紅樓啊 捷克啊 然後西門町街頭表演這樣 你是剛上台北的時候 剛上台北的時候 就在這裡發揮 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正經包圍 對於確定一點點真實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有爭執的人物 爭執性的人物 對 我如果今天是 跑出來要推出一些很保守的議題 那就 就 不是我 對 那就標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是打算 帶你中正的狀況 怎麼變速都不要裝乖 都不要裝乖 對啊 因為已經2022了 對啊 而且 網路這麼發達 全世界的資訊都接觸得到 對 現在寶寶是他第一胸圍 不會 不會 因為我沒有次數 就是因為我也是 就是我們兩個重心都放在他 這是第一胸圍這樣 對 對 OK 一切都很好耶 都沒有不舒服 所以我就覺得 欸我好像很幸運 對 因為感覺是天使寶寶 對 就沒有讓我有太多的不舒服 對 對 然後我現在可能就是盡量也是多走路 多運動 這幾年來一直在憤怒 希望大麻合法化嘛 那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 往大麻合法化這條路上 如果是在從 從政的路上 要怎麼樣真的去把它實現 那我們就只能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來 那最基本的就是從議員開始 柯哥你現在精神狀況是OK的嗎 因為其實照說要開始跑 一些選舉的行動 壓力會很大 有你的考量 我OK啊 而且我都有按時在服票 對 現在都還原 所以就很 很平靜 喔可以放了 好那我們去辦理 加油 好 gleichzeitig 然後 示範 回應 有 有 感谢观看